美国的故事 殖民之地第十三章 英国人的权利 作者必蓝 朗读者有意 英国人的权利 1685年 英王查理二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他的王后曾四次怀孕 四次流产 最终没给他留下一男伴女 查理二世倒也没闲着 养了无数的情妇和私生子 光他公开承认的私生子就有十二个 可是这些孩子名不正言不顺 不能继承王位 于是查理的弟弟 那位建立了纽约殖民地的约克公爵 成为英王 他就是詹姆士二世 对议会来说 这实在是无奈的选择 因为他一向是最不受欢迎的王室成员 他到底为什么这么招人恨呢 1649年英国内战期间 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 查理二世兄弟俩和其他王室成员逃到法国 后来又辗转到荷兰等国 直到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才回到伦敦 11年的流亡生涯 让这哥俩的信仰渐渐远离了英国新教 他们骨子里变成了天主教徒 不仅对此 他们还都继承了父亲的君权神兽思想 崇尚君主的绝对权威 为了当国王 查理二世以新教徒的面目 世人不敢公开自己的天主教信仰 但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正是受洗成为一个天主教徒 他的弟弟约克公爵可不管那么多 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 犯了英国议会和教会的大忌 1679至1681年 英国议会中的一些成员就企图通过排除法案 把约克公爵挡在王位继承的序列之外 但因查理二世的坚决反对和议员之间的矛盾 法案搁浅了 后来议会勉强同意约克公爵继承王位 因为他们看到了一线希望 那就是他的两个女儿 玛丽和安妮 都是虔诚的新教徒 这样 即使他可着劲折腾上几年 天主教在英国也后继无人 天似乎塌不下来 查理二世就够专制的了 詹姆士二世比他哥哥厉害十倍 他极力宣扬绝对君主论 认为国王的权利不应受到任何限制 完全不把议会放在眼里 他还以提倡宗教宽容为幌子 加强天主教的统治地位 想把英国再变回成一个天主教国家 议会与国王 新教与国王之间变得水火不容 1688年 一件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詹姆士二世生了个儿子 并封他为威尔士亲王 也就是法定王位继承人 这下危机立刻爆发了 因为将来王子很可能是天主教徒 意味着英国自1533年以来 所有的政治和宗教改革的成果 将荡然无存 议会所代表的贵族利益 将万劫不复 人们又要回到愚昧的中世纪了 忍无可忍的议会 被开始计划废除詹姆士二世 但他们也意识到 看国王的脑袋这种事既野蛮 又解决不了问题 关键是要选择合适的人出任国王 大家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 詹姆士二世的新教徒女儿玛丽公主 此时玛丽已嫁给荷兰执政者 奥伦治亲王威廉 威廉也是新教徒 她母亲是詹姆士二世的姐姐 所以她是詹姆士二世的外甥兼女婿 英国议会秘密邀请玛丽回国 玛丽提出一个条件 就是必须与丈夫威廉一起统治英国 威廉也表示 绝不做女王背后的男人 要去就去做国王 议会只好同意了 于是威廉开始积极准备进入英国 1688年10月底 威廉率领463艘船 共4万人浩浩荡荡向英国进发 这个舰队的规模是 当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两倍 荷兰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艺术天才 进入英吉利海峡时 军舰上采齐招展 袖带飘扬 军乐队奏起雄壮的乐曲 士兵们穿着鲜艳的军装 站在甲板上 既炫耀荷兰军威 也向英国人致敬 由于议会早有安排 号称世界第一的英国海军 没放一枪一炮 沉默地看着这支入侵大军 从自己眼皮子底下 招摇过海 安全登陆 为了避免引起英国人的反感 威廉在登陆后非常缓慢地向伦敦进发 他不想让人们把他的行为看成入侵 而且威廉自始至终都宣称 是以外甥兼女婿的身份 来英国帮助妻子处理家务 也就是把舅舅兼岳父赶下台 威廉的队伍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 詹姆士二世想组织反击 但他的重要将领都背叛了他 连小女儿安妮公主也站到威廉与玛丽一边 詹姆士二世见大师已去 带着王后和威尔士亲王逃离伦敦 后来虽然被抓回 但威廉顾及亲情 放了他一条生路 赶走詹姆士二世之后 议会经过激烈的争论 有条件地同意 威廉与玛丽共同担任英王 开始了共治时期 1689年2月13日 威廉与玛丽举行加冕礼 他们就是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 同年12月 议会通过了权力法案 法案极大的限制了国王的权力 规定国王必须经常召开议会 不得干涉和质疑议会的讨论 未经议会同意 国王不得征税 不能在和平时期维持常备军 国王不能建立自己的法庭 并充当法官 不得违反和改变议会通过的法律 也不能随意处罚公民 人民有向国王请愿的自由 并可以合法地持有武器进行正当防卫 国王不得干涉议会的选举自由和言论自由 同时议会严格限制了国王的花费 使王室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议会 权力法案和1701年的协调法案还规定 信奉天主教的王室成员和他们的配偶 不能继承王位 国王必须效忠英国新教 国王只能任命通过宪法程序 选出来的多数党领袖为首相 不能随意指定内阁 1689年议会通过了宽容法案 除天主教之外其他基督教派别都获得了信仰自由 威廉和玛丽接受并签署了议会的所有法案 后来跟随威廉来英国的荷兰军队 包括他的贴身卫队 荷兰蓝色卫队都被遣散回国 五年后玛丽去世 威廉又独自当了八年国王 1702年去世 他与玛丽没有孩子 王位由安妮公主继承 安妮在位12年唯一的孩子夭折 他去世后 司徒亚特王朝绝世 1714年 乔治一世国王开始了汉诺威王朝的统治 发生在1688年的这次和平政变 被称为光荣革命 因为它是以优雅的不流血的方式完成的 英国人完全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 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思维和实践向全世界证明 革命并不总是意味着暴力和血腥 权力法案虽然是贵族们为自己争取的权力 但它很快就成了全体英国人都能享有的人权 从此英国人的权力成了政治术语 它已经不再局限于英国人 而是代表了人权的最高境界 所有国家的人都想得到英国人的权力 权力法案第一次让议会高于王权 绝对君主成为历史 英国开始走上立宪君主的道路 进入民主与法治的现代社会 威廉与玛丽入主英国 促成了英国与荷兰的军事同盟 遏制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强势扩张 军事同盟的协约规定 荷兰海军规模不得超过英国海军的五分之三 使荷兰失去了与英国平起平坐的机会 威廉大举进入英国的军事行动 让荷兰共和国负债累累 再也没有重建往日的辉煌 光荣革命后的三十年里 世界经济贸易金融中心 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伦敦 海上马车夫荷兰退出历史舞台 英国以傲人的姿态登上全球霸主的宝座 它将引领人类走进现代文明 光荣革命在北美殖民地人心中燃起希望之火 殖民者们把自己看作英国人 自然也想得到英国人的权利 有些人甚至想通过光荣革命的方式 获得这种权利 然而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 它将告诉殖民者们 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权利付出血的代价 到18世纪初 英国已经在北美拥有了12个殖民地 富饶的北美大陆 让这些殖民地从小到大日益繁荣 可是西班牙占据着北美南端的佛罗里达 经常派人骚扰卡罗来纳弄得人们苦不堪言 怎样才能在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之间设一道屏障呢 就在大家抓耳挠腮不得要领的时候 一位英国军人悲天悯人的情怀 似乎让这个难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这位英国将军的名字叫詹姆斯·奥格尔索普 1696年生于英国贵族家庭 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1714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 可是就在同一年 年轻的奥格尔索普却头笔从容 参加了英国陆军 在1716至1717年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中 奥格尔索普表现出色 得到马尔波罗公爵的赏识 战后在公爵和其他贵族的推荐下 奥格尔索普当选为英国议会的议员 成长为一位政治家 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 虽然奥格尔索普出身贵族 但他非常关心英国贫民的生活状况 积极推行社会改革 为贫民争取权利 当时英国社会的一个现象 让奥格尔索普很忧虑 他发现虽然英国的经济贸易突飞猛进 国力日盛 但很多贫民的生活却越来越糟糕 身陷困境的商人 手工业者和贫民不得不靠借贷赌日 当他们还不起债时 根据英国法律 他们就被关进监狱 如此一来他们无法工作 更还不起债了 成了个恶性循环 监狱里人满为患 人们坐牢的时间越来越长 给债务的人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 奥格尔索普向国王乔治二世建议 在北美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之间 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 让英国监狱里的债务人移民北美 既为他们提供一个生存空间 也可以挡住西班牙的进攻 奥格尔索普自告奋勇 愿意率人开辟这个殖民地 奥格尔索普还想在这个新殖民地 实现他的社会理想 那就是人人都过上 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 他心中那片圣洁的土地上 没有宗教压迫 没有种族歧视 没有酗酒 没有奴隶制 社会由自耕农和小农庄组成 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不依赖贸易和金融 奥尔索普要建立的是一个 平等自由快乐的人间天堂 他要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英国人的权利 奥尔索普的努力 使乔治二世批准了殖民地的宪章 宪章中明文规定 殖民地禁酒 并宣布奴隶制为非法 奥格尔索普为殖民地筹集了足够的资金 还请专家教殖民者们生存技巧 然而他什么都想到了 就是没想到人性的懒惰与贪婪 当他兴致勃勃地向人们宣传自己的计划时 居然没有得到那些蹲在英国监狱里的犯人们的响应 很多人宁可待在监狱里 也不愿意去北美拓荒 奥格尔索普没有气馁继续鼓动 最后有一小部分犯人和一些来自苏格兰 爱尔兰 德伊治 瑞典等地的移民 同意随他前往北美 1732年年底经过88天的艰苦航行 奥格尔索普带领的第一批殖民者终于在北美登陆 在这里他们建立了殖民地的第一个首府 一座美丽的城市 萨凡纳 现在猜猜看这个新殖民地叫什么名字 那年头的英国人给新地方取名时 一点想象力都没有 他们的首选永远都是国王的名字 既然乔治二世当朝 这个殖民地自然成了乔治亚 或者意为佐治亚 这就是今天美国的佐治亚州 奥格尔索普从当地的印第安人手中购买了一大片土地 建起了军事要塞 以防西班牙的袭击 他对印第安人非常友好 得到了他们的信赖和帮助 后来他还把印第安人的首领带到伦敦 引荐给国王和殖民地的信托人 让大家都知道 印第安人像英国人一样是文明的民族 佐治亚的建立激化了英国与西班牙的矛盾 因为西班牙认为佐治亚应该是西班牙的领土 1738年两国之间终于大大出手 导火线是一只耳朵 有一个英国运奴船船长叫罗布特·詹金斯 他在海上被西班牙人抓住了 西班牙想垄断奴隶贸易 当然要打击英国运奴船 既然詹金斯这么不知好歹 就给他个教训 于是西班牙人割下詹金斯的一只耳朵 把他放了回去 英国的主战派议员们认为 这是奇耻大辱 煽风点火的鼓动国王跟西班牙开战 这就是詹金斯耳朵的战争 两个世界大国为这只耳朵一打 就是九年 战争的主战场在北美 其佐治亚和佛罗里达之间 军人出身的奥格尔索普 再次表现出超人的勇气和智慧 他和印第安人联合起来 采取以公为首的策略 主动攻击西班牙在佛罗里达的 两个小军事要塞 并包围了军事重镇圣奥古斯丁 吓得西班牙赶紧派重兵解围 奥格尔索普及时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 他深入敌境 打得西班牙人好几年不敢窥视中原 后来当西班牙进攻佐治亚时 奥格尔索普领人在血腥沼泽重创敌军 使佐治亚转位为安 正是由于奥格尔索普的领袖天才 佐治亚在没有得到其他殖民地任何帮助的情况下 以一己之力对抗西班牙 成功地保卫了英属殖民地的安全 詹金斯尔多的战争以英国的小胜而告终 战争中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不是刀枪 而是黄热病 双方士兵大批死亡 实在无力再打下去了 西班牙人的威胁过去了 奥尔索普的麻烦却没有结束 其实战争没有让奥尔索普感到烦恼 印第安人也不是问题 奥尔索普最大的麻烦 正是他诚心帮助的那些殖民者 人们来到北美后 贪婪之心立刻膨胀起来 每个人都想占有更多的土地 然后购买奴隶 他们也想酿酒饮酒 佐治亚的严格立法 让殖民者觉得无力可图 很多人开始以往允许奴隶制的南卡罗莱纳 造成佐治亚劳动力的缺乏 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 不管奥格尔索普怎样努力 他都无法说服殖民者们放弃 对奴隶制的需求 1743年身心疲惫的奥格尔索普 终于选择了放弃 他辞去佐治亚总督的职务 失望地回到英国 他为佐治亚耗尽全部家产 却无力改变丑陋的人性 心中的梦想永远不能实现 他走后 佐治亚变成皇家殖民地 殖民地议会取消了禁酒令 也让奴隶制变得合法 佐治亚终于加入其他南方殖民地的行列 成了大种植园主 大奴隶主的天下 湿热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 让佐治亚像南卡罗莱纳一样 成为鱼米之乡 奥格尔索普一直深爱着北美 也很同情美国革命 1785年在去世前夕 他见到了当时美国的驻英公使 未来的总统约翰亚当斯 他对英美两国交恶感到遗憾 今天人们没有忘记 奥格尔索普对佐治亚的贡献 和那纯洁的社会理想 亚特兰大的奥格尔索普大学 佐治亚州的奥格尔索普县 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奥格尔索普的生日 成了佐治亚州的慈善日 人们以对社会的捐赠来纪念 奥格尔索普的博爱 与慈善的胸怀 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 终于凑齐了 他们将是组成 未来美利坚合众国的 最初的13个州 也是星条旗上 那红白相间的13条横杠 他们是四个新英格兰殖民地 马萨诸塞 罗德岛 康涅狄格 新汉布什尔 四个中大西洋殖民地 纽约 新泽西 宾夕法尼亚 特拉华 五个南方殖民地 弗吉尼亚 马里兰 北卡罗莱纳 南卡罗莱纳 佐治亚 其中罗德岛和康涅狄格 是公司殖民地 或宪章殖民地 完全享有自治权 根据宪章选举政府 宾夕法尼亚 特拉华 马里兰是私人殖民地 他们分别属于 宾家族和卡尔沃特家族 由他们指定总督 其余的八个都是皇家殖民地 由国王派总督进行管理 但所有的殖民地 都有选举产生的议会 处理日常事务 拥有很大的自治权 这十三个殖民地 就像十三个性格各异的孩子 有的粗犷 有的细腻 有的固执 有的温和 有的保守 有的开放 有的桀骜不驯 有的理智成熟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性格 就是热爱自由 这些孩子率性自然 敢爱敢恨 在这片海阔天空的大陆上 无拘无束地挥洒着自己的真性情 此时他们仍以崇拜的目光 看着远在天边的祖国 为他骄傲 也随时准备为他战斗 而那位正经历人生辉煌的母亲英国 从来没想到 有一天 当他的孩子们长大成人 当母亲的怀抱再也无法满足孩子们的愿望时 他们将离他而去 走出一片自己的天空 这也许是世界上所有母亲的无奈与宿命吧 那么在广袤的新大陆上 殖民者们找到自己的梦想了吗 他们生活的快乐吗 历史将怎样指引他们走过一条前人 所从未走过的路呢 请看下一个故事 田园墨戈